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林 我们今天要录的系列是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系列 那我们今天先来看第一个系列吧 第一个系列呢,是关于这四张图片 也就是紫色背景的这四张图片 我们看一下第一张图片里面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人 那这个人呢,他是一位警察 那平时呢,我们中国呢 为了表示尊敬呢 我们平时会叫警察叔叔 那我们看一下警察 那第二张图片里面呢 这个警察在做什么? 这是一辆汽车 然后警察举起一个牌子 要求停车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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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警察在这里 嗯,要求这个开车的司机 停车 那接着呢,我们看第三张图片里面 警察在做什么? 哦,警察 哦,警察嘴里面有个口哨 那哨子 吹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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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再看第四张图片里面 警察在做什么呢? 哦,这是一位 这是一个坏人 我们中国呢 把,呃,就是有违反法律的人 我们统称为坏人 嗯,所以呢 警察抓住了一个坏人 戴上了手铐 戴上了手铐 这是手铐 警察给坏人戴上了手铐 嗯,那我这里呢 要给大家普及一个常识 呃,如果说我们在中国遇到任何危险 或者是,呃,有人,呃,违反法律等等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拨打电话 110110 110指的就是1 因为在中国呢 我们把1叫1 也就是110110 大家明白了吗? 1叫1 好,那我们看第二个系列的图片吧 第二个系列的图片呢 我们要讲的是一些店铺 店铺 那我们看第一张图片里面 这是一个便利店 便利店 现在呢 中国,呃,各个街道呢 都有各种各样的便利店 便利店就是卖各种百货 零食 小吃等等 这样的一个店铺 那我们看第二个图片里面 这是一个便利车 也就是售卖车 这样的售卖车呢 在中国比较常见的是一些夜市 呃,小摊位 我们叫做小摊位 呃,就是晚上的时候呢 会比较多一些 那白天的时候呢 因为怕影响市容 一般情况下白天会比较少见 嗯,那这也是一个商店 这个商店呢 大家看一下 这是卖什么的呢 这是卖服装的 所以叫 这叫服装店 服装店 服装店 那这呢 是什么商店呢 哦 哦,这是理发 这个人在给这个人剪头发 所以我们叫理发店 理发店 那大家明白了吗 也就是这类似的这一些店铺类的 我们会在呃,店这个名词前面加上它的作用 比如我要理发 我要理发 我会叫它理发店 我要买衣服 衣服店 或者叫它服装店 那我要买各种百货 零食 小吃 我叫它便利店 便利店 哦,那我们接着看第三个系列吧 第三个系列呢 是关于 哦,是 这是什么 哦,这是报纸 报纸 这是报纸 那我们再看这一张图片里面是 这个男士在看报纸 读报纸 我们会叫读报纸 或者看报纸 眼睛在看报纸 或者在读报纸 所以我们用看表示指的是眼睛在看报纸 那我们说读 读一般是指嘴发出的动作 嘴发出的动作叫做读 就像我说我要读书 或者说我要看书 那这是不一样的一个含义啊 大家明白了吗 因为它的发出不一样 读是指嘴 看是指眼睛 嗯,我们接着看这个系列吧 这个系列是黄色背景的三张图片 三张图片 那我们看第一张图片里面 这个纸 那灵的这个纸呢 大家看这是一个卷起的状态 这是一个卷起的状态 大家看到了吗 然后我要打开 我要打开 那这是一个打开的动作 所以无论是这样 卷起的这种 还是这样 还是这种 还是这种折叠的这种 我们要把它打开 我们统称为打开 我们统称为打开 就像我们要看书 我们要打开书 是一样的 打开 大家记住了吗 我们要把东西打开 我们要把箱子打开 我们要把垫子打开 接着呢 我打开之后呢 我要坐在上面 于是 大家看 这名男士 盘腿坐 盘腿坐 盘腿坐上面 盘腿坐上面之后呢 哦 原来他在跟这名女士在野餐 野餐 这叫野餐 大家看 他们在吃好吃的 这是鱼 鱼 哇 我也喜欢吃鱼 那男士和女士 一人拿了一个饭碗 还有一个叉子 这是一碗米饭 那他们在吃鱼 吃鱼 吃米饭 接着我们要看的是一个系列 是指人体的各个部位 那我们看 这第一个部位 指的是这一个整体 那我们叫做头 头 就是这一大部分 我叫头 我的头 或者我们叫他脑袋 脑袋 大家明白了吗 那这是这名男士的头 这名男士的头 或者叫他这名男士的脑袋 这名男士的脑袋 那接着呢 我们要看的是 这是这名男士的哪里呢 这是这名男士的鼻子 就像 这是零的鼻子 这是零的鼻子 鼻子 那我们要看的第三章 那我们要看的第三章 这是这名男士的什么部位呢 这是这名男士的耳朵 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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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是这是这名男士的嘴巴 嘴巴 嘴巴 那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 嘴巴 有一个嘴巴 每个人呢 有一张嘴 一 然后呢 有两个耳朵 一个鼻子 两只眼睛 那我们这里说的数字一 我们就叫一 而不叫腰 这里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把一叫做腰的时候 通常是在电话号码 我们说电话号码的时候 会把一叫做腰 就像刚才我说 遇到危险 遇到坏人 要拨打电话 110 或者我要告诉大家 我的电话号码是腰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最后一个系列 我们要讲的是舞蹈 我们要跳舞 那这名男士 穿着橙色短裤 和绿色 一个小上衣的男士 和这个女士呢 他们两个在跳舞 是 一名男士和一名女士 她们在跳舞 跳舞 那我们看第二张图片里面 这里面呢 是三个人 三个女士 她在音乐的 在音乐中跳舞 因为这里有音乐的符号 所以我们叫她 伴着音乐跳舞 我们伴着音乐跳舞 三名女士伴着音乐跳舞 那我们再看最后一张图片 是两名男士和一名女士 也在伴着音乐跳舞 伴着音乐跳舞 大家明白了吗 那因为呢 中国呢 它的舞蹈类型比较多 有民族舞 古典舞 流行舞 爵士舞 所以呢 很多人呢 不是专业人士 我们通常不会分得这么细 所以我们看到 有人在跳舞 我们不知道 他在跳什么舞蹈的时候 我们就叫他 在跳舞 在跳舞 大家明白了吗 好的 那关于今天 这一系列的讲解呢 我们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